厲害啊 你知道這小桂姐 她最厲害是什麼東西 她竟然不怕看到屍體 通常女生看到屍體都會尖叫 但是她可能是個性很穩定 然後所以她就一直覺得說 屍體是不可怕的 重點是我可以幫這句屍體 因為她不會講話了 我要幫她講話 我要幫她深淵 如果她含冤的話 我要用我的見識的能力 來幫她還原整個事情的真相 所以她不會怕屍體 然後她是花蓮女中的 你看她就是長得真的很像林家媽媽 然後個頭很嬌小 她其實考上了當年花女畢業之後 她就考上了東海大學 考上了國防醫學院的護理系 然後還考上了中央警察大學的見識系 然後到最後她跑去念中央警察 為什麼她說 因為那公費的啊 我是家裡頭的長女 我要照顧家裡面 我下面還有弟弟啊 就是她對家裡也非常有責任感 然後她從小就喜歡看 波爾摩斯 偵探小說 所以她後來去念了這個形式系之後 然後她就直接繼續深造念研究所 然後現在經過了三十年的 建事的經驗的累積 變成了台灣的CSI 是台灣最具權威的見識專家 而且台灣所有需要見識的這些刑事案件 沒有小貴解說 定案 沒有人敢說定案 對 她建立到一個由上往下 好 結束了 謝謝 真的太精準了